新竹縣市連接科學園區的交通擁塞問題 期待解決 有業者特別與一家荷蘭公司 簽訂合作備忘錄 希望引進GRT輕軌運輸系統 來解決大新竹地區擁塞的交通問題 不過新竹縣市卻有不同看法 影片中造型時尚新穎 小巧可愛的小車 自在地穿梭在街道上 這是由荷蘭公司設計 強大兼具綠色智慧的快速運輸系統GRT 有業者希望引進 解決大新竹地區擁塞的交通問題 經過大家的一個交換意見 如果可行規劃以後 我認為這個中央一定會受到 全力支持我們地方政府 縣市之間大新竹地區的交通的改善 開放公司和荷蘭系統商 舉行GRT簽署合作協議備忘錄 並向來賓介紹該運輸系統 新竹縣長邱靖淳受邀參加 表示樂觀其成 不過因為新任市長林志堅 已經提出一環二線三網的規劃 對於是否在引進輕軌 市府表示還得再審慎評估 可針對交通尖峰和離封時段 來搭配車輛的大小 不過現在縣市府不同調 未來要如何落實改善新竹交通 對執政首長來說 恐怕還是一大考驗 新唐人泰電視林秋霞 台灣新竹採訪報導